前两天因为有点事情没在家 正刚小鱼苗整整饿了三天 部分体积小一点的鱼苗 由于体质弱出现了缩其缩尾的现象 烧大点的没多大的事 因为它们的抵抗力强 所以昨天我们下了开水节土民宿 这不今天要笑才上来了 正刚水纯红色 我们过几天再看看正刚小鱼的状态 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平时喂养小鱼的时候 尽量保持顶度的状态 这样的小鱼才能长得快长得壮哦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前几天下了土霉素的这缸小鱼治愈了 你们发现了没 水略微的泛黑红色 小鱼状态好很多了 所以鱼儿来臂的时候 前期治疗是最容易治愈的 鱼游宝宝们平时一定要多观察小鱼的状态哦